今天逛了一天的广州车展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展位 这个展车的旁边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太有诱惑力了 它是一台什么车呢 它是一台由江陵福特T8改装而来的B型房车 跟它合作的厂家叫做越界 是深度合作直接拿车的底盘进行改装的 先说一下它的价格 51万起 这个价格你能够得到什么呢 得到一个完全改装好的 包括外观的套件 包括内饰 包括所有的配置在内的 这样一台成品 我觉得这个价格 你想一想 比原厂的车大概贵了20多万 接近30万的价格 值不值 看完再说 首先整个外观的造型 车长是接近6米5米9的车长 所以说它的改装空间非常大 加上车顶的行李架 这个高度已经到了2米9的高度了 而且它所搭配的这种越野的套件也是很足的 拖困版 行李架包括后方很夸张的一个除隔 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下 另外一点就是前方 这个前脸 其实现在加尼福特全顺T8这款车型的前脸 我觉得变得更加的时尚 科技感的一个造型了 LED的日间行车灯 但是它加装了这种小射灯 还有下方 加上这个粗壮的前杠 一下子野性就出来了 跟这台黄色涂装的车匹配起来我觉得是很搭的 重点来了 跟我上车去看看 这款车型采用的是四座的版本 当然了它也有六座 还有两座四座对卡的这样的一个座椅布局 那么这个座椅布局呢 其实优势在哪呢 就是二排日常行驶的时候 乘坐的舒适性是有所保障的 给了两个航空座椅 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车内的高度 可以看一下 我的身高177 这个车内的高度大概有1米9左右 所以说基本上成人都能够穿梭自如了 前面是驾驶室 这边呢 是乘坐区 再后面呢 就是生活区了 生活区这里呢 有了一个小的厨房 有一个小的卫生间 是可以淋浴的 带马桶的 那么在这边呢 是可以加一个电磁炉的 日常的一些简单的烹饪的 也没有问题 那么车辆的尾部呢 就是休息区了 这有一个2米乘以1.35米的一个床铺 这个床铺收起来之后 这中间 刚刚我们也试了一下 平常放自己的自行车呀 自己的雪板呀 也没有问题 这台车的储物空间 做的还是比较足的 左右两侧 包括下方的这些抽屉 隔板里面 都是可以放置我们自己的行李的 我觉得房车主要讲究一个归纳 你车内能够归纳的好 空间利用的好 它的功能性就体验出来了 那么这款房车 为什么会比原厂的车型高 这么多的价格 其实主要原因 它采用了更多的定居化的方案 包括它的用料 你可以看到顶棚也好 侧面也好 都是用了这种 Akantara的材质 座椅呢 也是用了纳帕的真皮 所以说呢 它的舒适性 还有档次感呢 就出来了 另外整车 一共有40多处的开模 这个费用可不低啊 我再到前排给大家看一下 驾驶区域呢 其实就跟原厂的状态呢 没有太大变化了 整个仪表 是一个贯穿式的仪表 福特的方向盘 我们也非常熟悉 而且坐上来之后呢 车身的高度带来更好的一个视野感觉 这个车窗 包括后视镜是非常巨大的 我觉得开着这台车出去玩 出去自驾游 是很惬意的一种方式 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啊 它带的外观的套件不仅好看 而且实用性真的很强 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的后备箱门 然后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从后面看一下它整个后排的状态啊 哇 好沉啊 现在床铺也是在铺着的一个状态 这下面同样可以放置一些物品 只要归纳好固定好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边呢 超长的一个抽屉 这个再稍微的改进一下 你直接把它作为一个后备箱的厨房 没有问题 那么在动力部分呢 这台房车沿用了原厂车型 也就是福特全身T8那一套2.3T加上8AT的动力总称 柴油发动机 最大的扭矩呢能够做到430牛米 并且啊 它配了一个80升的超大油箱 所以说整体的续航里程能够突破800公里 那么这一款房车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超高顶带来的空间感和适用性真的非常强 而且你想想啊 现在开着越野车硬派也好 或者是你选择一款AMPV出去啊 它的功能始终是比较单一性的 但是有这么一台车你走到哪都是家